《扶貧智庫》在200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嗨 又回到King Sir接觸的時間 上個幾個星期都是接一些比較簡單的摺紙 今個星期開始我又接一些複雜一點 今次我們就會接這個殺人瓊 快到夏天接一些關於海洋生物的東西 這個殺人瓊非常像的殺人瓊 今次會比較複雜一點 有人說我會接得快一點 但其實沒甚麼所謂 因為是一個網上影片來的 大家看到一部可以停下這部機研究一下 接著再繼續播下去就可以了 首先我們一張紙 黑色白色的紙最好 大家沒那麼大張黑色紙的話 用小張手工紙都可以 首先我們接一個對角線 白色向上 接完就這樣 一個黑色的三角形 打開它再接一次對角線 十字形 這個很常見開頭的接法 接著這個角落 其中一個角落就接到中間 但就不用全部接 我們今次這個就拿一個標示 雖然只拿接一點 但線都要對準 線都要對準 不要退出來才準確 接著角落 打開之後角落 接到剛才的記號 那邊 這個四分之一 好了 都是接一個標示 不用全部接 然後另一邊這角 就接到剛才最新的標示 這次就全部接了 這條線是要的 剛才的只是記號 好了 現在大概是這樣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 接到後面 接到中間線的位 接到中間線的位 對 好了 接著我們這條角就接到這條角 我們要一條 兩個線跟剛才的線是一樣的 不過是一個相對的位置 好 現在就接成這樣的樣子 對 那我們現在就把這兩個三角形 前後打開 我們看到中間有條線 我們要用這條線 首先我們接這個角落 接到中間那條線 這個角落很重要 一樣 每一個接狠都用手指刮一刮 接深一點 一個直角 一個直角 然後底這個都是做類似的東西 不過這次這個是斜角 我們要小心一點 對這條線一樣接一個角落 要對這條線 要對這條線 其實類似這樣的樣子 大家明白 打開的話 剛剛好這條斜線是碰到中間線的 碰到這條線的 這樣 接著我們打開這兩個 打開這兩個 然後我們把上面的斜線 對到那條直線 當然那個角是一路對著的 那個角是一路對著的 對 類似這樣 剛才那條斜線 剛剛對著那條中間線 對 那下面做同一樣的東西 對 當然這次又多了一個角 這次 碰到那個角 那兩條線是扔著來接的 這樣就對了 對 類似這樣 希望大家看到那條線 對 好 現在打開它 對 然後這個也打開它 好了 全部打開了 好了 剛剛是橫線的 那現在我們接回這條直線 接回這條直線 然後我們就用這個 中間我們有個零形 我們用下面的斜線 我們用下面的斜線 要做一樣這樣的東西 Reverse flow 但是用下面的斜線 即是只有少少 那我們就用那少少的斜線 就把那條直線 最長的直線的骨 接進去 對 現在類似是這樣的 類似是這樣的 類似是這樣的 在面上看是這樣的 在面上看是這樣的 這個時候我們就把上面 這個立體的那條骨 就摺過來這裡 摺過來這裡 然後摺過來 這一邊 這一邊 然後我們就把整個摺下來 在這個時候的同時 我們就要 留意一件事 就是把這條骨 摺進去這條骨 摺進去 上面這條骨 摺進去下面 摺下來的時候 同時做這件事 這樣摺進去 內部我們就會發覺有些 內部發覺有些結構 我們就盡量摺順 它 讓它不會凸出來 在表面看 這樣 就做好這個 這樣的形狀 摺進去 類似這樣 現在我們就開始摺這個殺人瓶 首先第一步驟 這個位 這個位 底面是不同的 底面是不同的 底面是有斜線在這個位 但面這裡是沒有的 首先我們把手放在這個位 把中間線對回中間線 做一個四方形的形狀 然後我們就比較簡單一些 然後第二個步驟 把這個三角形下面摺上來 把四方形掀在表面那塊對摺 現在是這樣 然後我們就反轉它 其實都是把這個打開 一樣是摺一個對方的中間線 摺了另一個四方形出來 對 好了 好了 然後我們就把兩邊摺到中間線 兩邊都摺到中間線 好像我們摺殼一樣 以前一直都是這樣摺的 摺個狠 所以這些狠就要摺深一點 尤其是 好了 打開之後 我們又是摺進去 兩條中間線 其實摺紙的手法 很多時候都會重複又重複用 看它如何組合成為不同的作品 又做了這個類似可憶的物體 這個形狀 然後我們就要把上面這個尖角摺下去 摺到哪個位 摺到下面這個三角形這個位的頂端 具體來說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那個形狀 後面看是這樣的 後面看是這樣的 剛剛摺到這個頂端 然後我們要這條線 剛剛摺的那條線 把這條線對回中間這條線 當然 角一定要一直摺到中間線 兩邊會平均 兩條線對上 大家看到 類似這樣 然後在這個位置 我們就要做一件事 就是把外面這一塊 照這條線來摺一次 這樣 又是 摺深一點 這條線也是 這個角落頭摺到中間這個位 就可以了 我們要這個位 兩邊要一樣 當然 這邊也是 摺這條線 印住那個位來摺就可以了 印住那個形狀 是的 我們打開 打開 然後我們就照剛才 伸摺的那條痕 就摺下去了 這個很簡單 其實有摺痕的話就很簡單 打下來 就是一個鑽石的形狀 一個轉成的形狀 是的 然後我們要做一件事 這個角落頭 去到這個位置 我們摺少許進去 摺到哪個位置 因為下面也有一張紙 下面也有一張紙 我們印住那個位置 來摺得了 是的 好了 不會多 不會少 不會看到下面的路出來 是的 剛剛那條線貼到下面的形狀 是的 就是這樣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對摺上來 對摺上來 對摺上來 後面也是一樣 後面也是對摺下去 現在 就是一個這樣的形狀 是的 差不多開始看到殺人瓊的樣子 是怎樣 好了 接著我們接魚尾的部分 魚尾的部分 是這樣的 這一邊形狀 裡面就有這個位置 黑色的 你留意是 不是掀面一塊是白色的 黑色那塊 是的 我們一開始做了一個這樣的斜線 現在就可以用了 這個斜線 我們照它的形狀摺上來 是的 就不用做新的摺痕 不用做新的摺痕 我們就摺了兩塊上去 留意是摺了兩塊上去 我們有最面那塊 留在上面 底那塊就摺了它 整回來 是的 我們就做了一個尾棋 把底那塊 很簡單地在外面摺上去 我們就做了兩個尾棋 殺人瓊的尾棋是這樣的 因為它是海洋暴雨類 它不是魚 所以尾棋是這樣的 然後我們就做殺人瓊的身體 身體擺平紙 我們首先就把底這塊 面那塊 就是提一塊 有兩塊 接上來 有個白色的肚子 腹部 接上去哪裡 接上去 接上去這條斜線也可以 這條線接上去上面的中間線也可以 是的 然後就放下去了 然後這一邊尾那邊也是這樣做 接去中間線 好 然後我們就兩邊一起上 兩邊一起上 中間就自然會摺了 是的 中間就自然拿回中間的位 就摺了一個三角形出來 現在我們就把它摺去前面 先摺去魚頭的方向 這個有個英文專稱叫兔仔耳 這個摺法 兩邊一起摺去中間的線 然後我們反轉它 又是一樣摺 這個沒有斜線 所以兩邊都是 這個底線摺去中間就可以了 那個斜線摺去中間就可以了 好了 這個做多一次給大家看 你看看 好了 然後兩邊一起摺去上面 這個魚旗暫時就去到魚頭的方向 好了 做到這裡 然後我們要做一件事 就是打開殺人瓶的口 這個位置是摺著的 摺來摺去摺著的 你慢慢把它撕開一點點 撕開一點點 就移下來 小心不要硬拉爛它 移下來 這樣 然後再摺緊它 它的紙就會移動 拉動了一點點 你就再摺緊它 它就會固定了形狀 不用拉 不會拉爛那個東西 然後我們就繼續摺它的頭部的花紋 這個魚旗這個位 打開 我們就把表面那塊白色 接著魚旗的線摺到魚旗的底部 接著這一束紙 這一束紙 這一束紙 我們就摺到魚嘴的位 剛剛魚嘴的位 類似 魚嘴的位 差不多是這樣 類似這樣 後面我們再做一次 打開魚旗 把表面那層白色紙 跟著魚旗的底部摺下去 接著它 然後剩下這一束紙 我們就摺到魚嘴的位置 現在是這樣 跟著我們就把魚旗摺下來 魚旗是黑色的 這些細節部分 我們設計摺紙的人 那些作者都有留意到 這邊也是 把魚旗摺下來 然後魚嘴 我們就把它摺扁少少 伸手指在下面過去 把魚嘴這個位置摺進去少少 好 現在是這樣 對 很好 現在已經摺得 然後就把上面的頂部開始做 上面這個位置有一個平面的位置 把這條線摺到中間的線 這樣 兩邊都一樣 平這個線摺到中間的線 好 這個才是我們自己摺的 這個位置 我們把它摺下來 摺下來 然後就 把它改一改的角度 基本是黏著這個角 黏著這個角 然後我們摺一個位置上來 這個就是鯨魚的白色斑紋 去到這個位置之後 我們就把這個細的角落摺下去 這次就跟回中線 跟回中線摺下去 這個比較細微一點 大家慢慢看 摺到這個位置之後 我們就把這個角落摺 可以打開 我們打開 又是中間線 對回中間線 就摺到這個 殺人瓊的白色斑紋 去到這個位置都明白了 我們就把這個 下面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摺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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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可以打開這個位置 那就留意 白色斑紋就凸出來 就摺了 剛剛那個部分下去 底的部分就摺進去 白色斑紋的點 就摺上來 對 然後我們後面再做一次 這個位置摺進去 打開摺進去 然後這個位置 黏住這個角落就摺上來 摺了上來之後 這個角落就順著中間線來摺 摺完 這裡就可以打開 我們打開就摺了 瓊魚的白色斑點 有人說這個是假的眼睛 來欺騙敵人 其實殺人瓊的眼睛很小 然後我們把這個小的 下面的部分 就摺進去 這裡可以打開的位置 但是就凸出那個白色斑點出來 這個殺人瓊的面貌就做好了 好 接著 最頂那裡 我們背部有個背棋 背棋其實一早已經在裡面了 我們只要打開它 把它拉出來就可以了 把它拉出來 這個就拉盡一點 拉到差不多魚頭的位置 就是一個盡頭 拉出來 把它摺好就可以了 好了 其實差不多完成了 我們最尾有一個步驟 就是魚肚 魚肚的位置 我們摺一點點進去 要比魚棋長 斜斜的 這個就沒有什麼標準 斜斜的把它摺一個三角形進去 好了 摺完這邊之後 我們反轉 當然要摺這一邊 最好大家對稱一些 兩邊就不要比對方長 就遲了 齊齊齊 好了 做到這裏就差不多完成了 最後一個步驟就是把魚尾的尾旗 就繞出來 整個立體形狀 這樣 去到這裏 我們的殺人瓶就差不多摺完 一個黑色白色紙 最適合殺人瓶 以前香港海洋公園有殺人瓶 已經沒有了很多年 希望他們 可能將來會有的就好 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這個比較難一點 但是也是一個比較漂亮的作品 漂亮就比較難一點 希望大家都接得到 我們下個星期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 向你誠意推薦 i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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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刊物和博物等等 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iPad、iPhone 或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Read 和你看普通書一樣 甚至即時連上不同社交媒體的頻道 連結到作者網站交流心得 實行多媒體互動 你還可以download書內的相片 觀賞或者下載隨書影片 這個期間 您可以示範 如果您可以任何時使用